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0月19日 今天做了这个文档是想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对中央海控的分析 我想我可能有些地方说的不太对 希望大家不要吝啬,尽量留言 就是大家如果都是小股东的话 我想互相没什么影响 就是把自己好的想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也没什么限制 今天最主要的就是想讨论一下明年中央海控现金分红的情况 这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可能不太对 大家还是那句话,别保留,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 不要人身攻击,只要谈这股票就行了 别说我说的对还是错 不要说我这个人 就说股票也行 主要海控的近期的 近一段时间的货币资金增长非常的快 这是我大概的一个曲线 就做了一个曲线图 但是在2020年之后 它上涨的特别快 就是手里的货币资金 当然大家也要了解就是货币资金太多也不好,太少也不好 因为你有些项目当中可能急需要用一些钱 所以你手里有些货币资金还是对的 但是它在2020年之后 它这个货币资金就增长得非常快 接近了1800亿 这是按年度的报表 实际上就说 待会我在后面还会讲 就是说到2022年 就是今年 它的货币资金增长得更快 这有个具体的数据 这2012年是468 我不再具体的把这个数据念一遍了 就是说 总体的感觉就是在2020年之前 它的货币资金也就是在600亿以内 没有高过 2021年的时候涨到了1783亿 目前啊 截止到我这个 就是当前这时间啊 时间点 这个2479亿呢 是这个半年报给出的数据啊 这个我这里头忘了写单位了 这个预计呢 三季度可能是2700亿 2700亿呢 是这样 就是说 本身是 三季度的预告已经出来了 三季度预告这个 净利润增加了 320多个亿 320多个亿 但是这一头还要考虑到一个 就是未来分红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可能要分配到 320个亿 这个不知道是它会在什么时候体现啊 所以我就保守了一些 就是三季度 也就是10月底预计是2700亿 就是2010月底 它出的报告是截止到了9月底 7893个月增加的 年底达到了2800个亿 就是说半年分红 半年分红以后是2500个亿 这都是相对比较保守的 半年分红是涉及到320个亿 然后 这个 我按照四季度 按照利润也就100多亿来算 四季度能否达到100多亿呢 我个人感觉还是大概率的 虽然现在跌的一塌糊涂了已经 但是它毕竟还有一个长鞋在这撑着 长鞋可能会降价 但是这个让利也是一个过程嘛 它不会说 就是说我一天一下让到头 它可能也是逐渐逐断的让 逐渐逐断的去谈去吧 这个应该差异不大 我觉得到年底 这个货币资金可能还将近2500亿 可分配利润的变化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们注意也可以注意观察 它也是在2021年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2020年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比较少 而且大家注意一点啊 这个我给出的这个 这是零 也就是从2012年开始 实际上公司的为分配利润 一直是维持一个负数 而且是很长时间是在-100亿之间之内啊 在2016年时候达到了接近-200亿的时候 负190多亿吧当时 咱们具体数据可以在后面再看一下 这个 它最高的时候是2026年是负的192亿 而不是就是负债最高的时候 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在2020年当时就是有一些网上的朋友就说应该尽情分红 实际上它当时分不了 就是因为它的可分配 未分配的利润一直是负数 它在2019年就开始填这个亏空 等于2019年的时候 2019年底的时候还亏了102亿 到2020年的时候 给填上了100 将近100个亿 还亏了8.7个亿 去年是890多亿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最后是853个亿 实际上应该 这个是怎么减出来的 我记得利润是890多亿 减去这个未分配的 可能中间还有一些这个可能中间有些送股什么的吧 或者还有一个公积金那块 所以也有可能公积金 那提搬公积金以后这未分配的利润就相对少一些 减止半年报的时候呢 是未分配利润是1300就是一个亿 年底呢 预计是到1500亿 为什么这未分配利润到年底只有1500个亿呢 是这样子 就是说 实际上这里头经历了几个变化 在6月二十几号的时候 有一个 2021年年度的分配 那当时分配了1000多个亿 当然这个实际上已经是体现在这个1361亿里头了 完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呢 要分配掉 因为有个半年特别分红320个亿 所以要减掉它以后 再加上这一年的利润 然后再刨去公积金 我预计可能是1500个亿 未分配的利润 这个 当然这个预计都是按照今年的利润 是接近1100个亿来计算的 1100个亿呢 实际上按照现在这个海控提的方案就是 在没有重大的投资变化的情况下呢 这个可以分配50% 所以我的预计呢 就是明年要分配在550个亿左右 550个亿呢大概就是 每股3块4毛3 大家也可以就是认为接近3块5吧 大概在这么一个规模之下 另外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目前现在股价呢 又回到了11块8左右 这个 前段时间呢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跌到11块钱以下 跌到11块钱以下呢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你今天参加了半年分红以后 他分两块钱实际上也就是 9块钱以下 9块钱以下 这股价要到9块钱以下 9块钱以下呢 如果明年再分掉3块5 那就变成5块5 这只股票呢 等于这股价就又跑到5块多前去了 5块多前 有人预计明年的利润呢 哎我们预计都不要太高就保守的预计到 1块钱你要是5块钱 到股票在明年 挣1块钱的话也20%了 所以这个 海控的 啊 就PE啊 可能就是 也就是5倍吧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想这个海控未来的 啊这个分配啊还是 挺有意思的 啊 现在这个 这么情绪这么恐慌 啊是不是 是不是正常是让大家仔细冷静想想